第三十题,习恩做电池学实验如幼图,原本他将磁棒以速率V向左平移靠近线圈,请问他另做的下列四种测试中,何者无法得到更大的感应电流? 我们晓得感应电流的大小跟磁场变化率有关,磁场变化越快越大,他的感应电流也会越大,同时也会跟线圈的扎速密度有关,线圈扎速密度越高,产生的感应电流也会越大,所以A选项说,把我们的频率速率变成2V,那我们的磁场变化率就会增加,所以可以得到更大的感应电流。 那么选项C说,我们增加单位长度的圈速,也就是他的扎速密度提高,这也可以增加我们的感应电流。 那么选项诸说,一个向左一个向右,现在本来只有一个磁棒是向左,现在变成线圈要向右,因此他相对速度也变成2V,所以磁场变化率也会增加,所以这样也可以使我们的感应电流变大,所以也是对的。 可是选项B说,我们都向左以V前进,这时候两者之间就没有相对运动,因此就没有磁场变化,这样就不会产生感应电流,不但不会有更大的感应电流,感应电流反过会变成0,所以选项B的做法是不行的。 所以第30题问我们说,何者无法得到更大的感应电流,我们答案选的是B,磁棒向左平移的速率为V,线线向左平移的速率E为V。